1 2 3 4 5 David老師你在算什麼 我發現大狀況已經漲五成了 那還有沒有下一檔啊 有 看節目 30號禮拜二了 今天的盤漲了耶 正常喔 昨天不是都講可以買了 昨天盤刷了400多點 我有沒有講過 有一些股票被撿走了 有 趕上買的人呢 一定是什麼 贏家 不是贏家 我昨天講的那種一個詞 他姓赫 赫小 不是 他是小赫 小赫同學 好 是 問題來了 老師那今天開屏走高 對啊 但也沒有漲很多 然後台積電也不漲 能買嗎 對啊 能買嗎 其實我想問 今天這件事之前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你覺得這一波以來 3443的創意漲很多嘛 對不對 從430噴到620 對 620 你覺得這是你David手中 漲幅最多的股票嗎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很厲害的 對呀 這個價差挺嚇人的 好 怎樣 長得比較多的不是他 怎麼重 不是他 另有其人 我今天不小心算了一下才發現 我真的太小看我們手上那些奇怪怪的股票了 我們太小看那種 漲幅以漲幅來講 漲幅漲幅 3701的大眾控比較多 已經50幾%了 看不出來耶 對不對 看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低點30幾塊 然後最近這個波段上去50幾%了 對 然後更有趣的是什麼 2497宜利店 今天早上又創新高回到90 老師你去年叫我賣100塊以上 現在90塊已經快回來了 對耶 台北股市刷了幾千點都不關他的事 真的不關他的事 變態 我喜歡 這兩個控爆控系列的股票 真的行 就沒有太好的基本面 但標起來挺猛的 真的很標很猛耶 好啦 問題來了 剛剛聊到台北股市今天能買嗎 對啊 今天能夠現百先賺能不能買 可以嗎 對嘛 今天既然可以現百先賺當然是可以買 而且我買的是電子股 又是電子股 因為我昨天買的好像是100塊以上的 我今天買的全都是50塊上一下的 甚至是50塊以下的股票 又是中小型股 又是電子股 會不會很像 大中控或一粒店這一掛的呢 老師昨天有說 你的篩選的那個 目標是電子股 然後中小型股 股本不要太大的 都都是這樣子 我最近買的都是這種 這兩天都是 又是現買 沒有漲停 因為剛剛漲到6 剛剛就都7%掉回來 今天才盤才剛剛 那不干我的事 大盤是大盤 我的股票是我的股票 也是 怎麼可以的 老師那昨天那種 漲2% 升2或升3的這種 兩碼三碼這件事 對啊 已經散掉了嗎 不是 不是 沒有 如果大家昨天聽完節目 有去看那個Fat Watch 那你今天看到的兩種圖形 一個是Fat Watch 不是這一張 不是這一張 我要講Fat Watch 你快挑走 好來 Fat Watch這一張 現在全國聽眾朋友們 你如果有還沒訂閱 外地頻道記得訂閱 我們現在畫面上這一張 昨天升息14碼的機率是41% 我所謂升息14碼是美國2022年總共會升幾碼 那升息15碼是49 到今天去看大概升息15碼的變50幾%了 我進攝影棚前查過的 又變了 所以每天又變喔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芝加哥這一個的 芝加哥這個商品期貨者 這一個 這一個呢 三碼的變70%了 從昨天74.5%變70% 這樣了喔 對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 不通向喔 是喔 是不一樣的喔 一個是增加一個是降低喔 所以你那時候 老師我昨天聽完節目 我回去查之後 我開始confuse 對啊 我到底該相信哪一個 沒錯 這兩個數據在昨天 當然啦 目前是以9月升三碼 居高嘛 居率居高 對 可是很怪啊 老師你可以線本線賺股票 要快漲停 對 對不對 那個什麼什麼 一粒墊那麼奇怪 今天又創新高 對啊 墊90塊了 從63塊噴到90了 這兩檔股票不是四成 就是四五成 對啊 一個40幾% 一個50幾% 我跟他有你看 然後基本面就很普通 對 他有賺啊 那很普通 對對對 他有賺 不能再說他沒賺了 這怎麼看就覺得 那我幹嘛在意升兩碼 升三碼 對耶 好啦 問題來了 其實這跟升兩碼三碼 有很大的關係 什麼老師 不懂了 不懂你剛剛把這兩個關係 給撇清之後呢 你又把它回過來 又給它 好了 全國朋友們 如果是升兩碼 台北股市呢 就不會漲太奇怪的股票 會漲一些正規均 也對 但升三碼呢 就大家在等嘛 會不會升三碼嘛 所以反而呢 又漲一些奇怪的股票 喔 其實正規均不會動嘛 比方說台積電 嗯 不會動 500塊 台北回來500塊 附近不會動 對沒錯 停住 又黏住了 對啊 嗯 就黏住了 對 所以指數最近就是橫著 對 你說老師今天漲60點 好像很厲害 沒有 橫著 橫著 就上上下下橫著走 對啊 橫著 所以你要留意的是 最近這幾天 有一些像一粒店啊 類似這一種的 很強 像我今天帶你買的那種 是不是啊 腰字背的 然後中場休息秀給你看 很好玩啦 感覺挺腰的耶 那一隻也很好玩 我覺得他也有腰骨的一個本質在 就沒有太厲害的基本面上是腰骨 真的 他真的有腰骨的 好啦今天再跟大家聊一個東西 如果你昨天看完Fed Watch之後 你覺得很confused 對啊 我到底是該相信哪一邊呢 是啊 來簡單一個東西跟大家分享 關鍵點不是在下個月9月22日 是升兩碼還是升三碼 關鍵點是有更值錢的 先行又更先行的指標 8月的CPI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9月會公佈 對對對 還記不記得台北股市這一波行情 已經美股前一波的大反彈 就是因為7月的CPI年增率掉下來了 變8.5 嗯 那8月的咧 等9月13號公佈 對 9月份 畫面上9月13號會公佈 如果這個數據出來 基本上兩碼三碼就滿賭定的 你再去看Fed Watch就會更準 就更清準了 所以Fed Watch就會變 連準會主席講了什麼啦 連準會的官員講了什麼啦 市場突然又風吹著動什麼 那個Fed Watch就會變 它是一個蠻浮動的 它蠻浮動的啊 它是期貨耶 它變得還蠻快的 它就是對未來的期貨 期貨指的不是我們單純那種期貨 這是對未來的預期是期貨的意思 是是是 哦 所以要真正比較篤定的 那個數字 我要等到9月13號 8月份的CPI公佈之後 這個數字 就大概八九不理十 所以在此之前你會發現 老師 你怎麼最近老買一些怪怪的 最近讓你賺的都是這些 它就長遺體電話我倒 所以剛剛老師提到一個重點 不管是升2碼或者是升3碼 都有股票可以做好不好 真的 只是方向會不一樣而已 那個Plan A跟Plan B都已經出來了 我早就寫好了 哇塞 這我之前跟你講過了 對 指數如果好的時候 家人指數強的時候 你要買正規君 對 對不對 像類似創意這一掛 對 但是如果家人指數沒那麼好的時候 哪些比較容易漲停 奇怪怪怪 像伊甸這種嗎 像大政控這種 那昨天呢 有一些正規君確實可以買 可以先買現鑽 但今天漲不動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該買什麼 欸老師 那我們買低價的 對不對 奇怪怪的 我們今天就出手了 今天就出手了 今天不買 不然等漲停再買 今天不買 貸和石 今天已經先買現鑽 噴到快漲停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買 等一下 老師你今天給我兩張贈 分別是不同的股票 兩張贈 那是不同股票 我們留在中場 對 我們中場休息來秀一下 今天有什麼可愛的玩意兒 長得跟遺地墊這種很像 很相像的 類似的 可能是表兄弟之類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表兄弟 欸我覺得聽起來蠻玩味的喔 不管是升兩碗或升三碗 我們都有自己的一個操作 都有標股可以做喔 所以親愛的朋友 靈活的操作 如何靈活 不會挑 不會選 老師你說那種 很奇奇怪怪的股票 我真的不會錯 而且買來可能 會屁屁屁的那種 來 跟緊我們的 邀谷大師的腳步 電話來做播通 還沒訂閱YT頻道的好朋友們 來 標股背後不原人之的秘密 我們等會直接來做揭露囉 廣席今天就給大家打電話囉 唉唷 你怎麼會講屁屁屁 那那麼嚴重 不是 人家有賺錢啊 你根本說屁屁屁 等一下老師 對 這個沒關係 是不是會屁屁屁 不會啦 怎麼會 奇怪 大家都習慣了 這 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去年一粒店賺0.1 0.13 好 0.13 對不起 沒有少講的0.03 不是 因為數字小的時候 差一點點會覺得好像差很多 對 就像比方說149公分 跟150公分感覺就有差 對 所以很多男生謊稱180 其實大概可能有176757而已 就會說180嘛 聽起來比較好聽嘛 就像一些藝人都說180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沒有 不好說 就像我們以前那個資深帥哥 牧村啊 對不對 他其實不高耶 牧村不到170啊 他不到170啊 不到170啊 也OK啦 不然你以為六都還很高嗎 六都還沒有很高啊 你以為郭富城很高嗎 他真的不高啊 他真的不太高 他真的不太高 但是帥了 對啦帥帥帥帥 好啦 假如講這個 這麻 是因為你剛剛提了 我就覺得 偏主題了 對對不起我離題了 好啦我們比較想了解到底是 好啦我問大家一件事啦 你喜歡正規君 像創意這一型的 像加登這一款的 還是你喜歡 像大眾空這種奇奇怪怪的 請選擇 小朋友才選我全都要 這個 就表示這兩種最好你都有 你可以因應行情的狀態不同 而選擇哪一邊比較容易賺到錢 不管是長兩碼 或者是深三碼 我這兩 就是如果他 因為現在大家在拆三碼 對 所以最近像這種奇奇怪怪的牆 對 但是真的如果好 萬一 資金馬上跑回去 像創意這一種 對正規 那你就要思考了 要嘛就是他真的被改成兩碼 要嘛是什麼 我兩邊都有 要嘛就是這行情已經不甩他了 就直接上去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創意要會漲 一定是要看台積電 也就是說跟外資有關 比方台北股市 你看昨天剛剛進那個內張圖 外資 有沒有 昨天台北股市刷那麼深 是外資大賣有沒有看到 有 200億耶 有的 外資今年以來台北股市提款 超過一兆了 超過兆喔 才到8月份而已耶 對啊 為什麼 不是外資不靠台股 所以美元很強 對是美元強 美元只是昨天創新高 你知道嗎 109點多創新高 哇 那你再看美元強 那台北股市咧 對不對 亞洲的貨幣咧 對台灣日本 對不對 南韓 全部都是軟啊 對 而且軟好多天啊 不是軟一天啊 你看看 你要我看什麼 不只是軟今天 我不想講這一句 你要講 軟月 所以 所以以這種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 為什麼台積電最近漲不動 就外資在賣啊 就黏在這啊 對啊 因為美元強 一定拿台積電開刀啊 沒錯 所以指數為什麼 我跟你說指數會回檔 會破萬五 這也是其中一個理由啊 為什麼說 你要去看美元指數很強 那這個件事什麼時候會改變 AVD目前來看 絕月升三馬的機率很高 頗高的 你會怕 你會擔心 那我們慢慢等8月CPI嗎 對啊 可是在這中間 老師今天才8月低 我還有一兩個禮拜 我要做什麼 還有半個月的時間耶 做想一天這一種不會 就得了 欸 大概都給大家了 邏輯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是最好 混水摸魚的時間 你為什麼會講混水摸魚 我們這樣講到好像很奇怪 我們好像做什麼 很壞事一樣 就這個時間趕快要上下起手喔 不是 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股票啊 很正常的操作啊 比方說 今天早上買這個 你要先講哪一檔 你先不要跳 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你跳太快 我不知道你跟我講哪一支 好這一支是今天早上9點多買的 嗯 七月的時候年減30% 有個這樣拉 你要找拉啊 對啊 我今天買多少錢 你是四五十塊吧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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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上半年賺一塊多啊 不錯啊有賺錢 但七月都很爛啊 對 但人家漲了嘛 漲是40 今天漲了4%5%了吧 對不對 對這樣也是先買先賺啊 這個可以接受 這樣可以接受 可以可以 然後低價股嘛 四塊十塊嘛 OK 他有賺錢喔 有賺錢喔 只是七月年減而已 是 他有賺錢 只是他七月年 營收年減38 不要那麼在意這種基本面 來這個你覺得還OK 虧沒問題 如果這個大家可以接受 我們下一檔應該也可以接受 下一檔我真的覺得有點 比較難接受嗎 比較難接受 老師 我沒有說什麼 今天快漲停啊 今天快漲停 他營收年增 七月年增是134% 但是他上半年是負0.6塊 對 他上半年是負的耶 對 而且他去年是負的 呵呵呵 你看嘛 這種會不會讓你會覺得 今天我真的用價錢 可是他去年算很漂亮啊 可是他上半年年減 對啊 上半年是減0.6元 就是這樣 我是跟你講個事實 可是人家股價長這樣啊 長這樣也是事實 哇這樣 有沒有突然覺得這個節目 真的好難選擇 我真的很難選擇 你看這樣子他長的事實 好不好 不然我問你嘛 你去看3701當中空氣 不是沒有多厲害嗎 也沒多厲害 不能這樣講 人家上半年賺的比去年多了 好 算很厲害吧這樣長50% 厲害 厲害對不對 你賺2個掌停了喔 你賺2個是觀眾朋友 你就賺2個掌停 你賺2個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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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啊對不對 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你看去年已經1塊09 去年1塊30 已經快超過了好不好 有 每個月有逸越增喔 每個月都比去年高喔 有有有 不錯對不對 這樣去五星 五星 我不是說我沒基本面喔 我就有喔 也一定 基本上還更差一點 也快五成了 幹嘛啦 拍案叫絕喔 所以你問我說台北股市 真的好妙喔 到底三三馬 美國升不升三馬 這件事很重要嗎 你看了Fade Watch 老師我昨天 你又教我一招看Fade Watch 對Fade Watch 可是老師那Fade Watch 大家都不一樣 對啊 不是跟你講它會飄來飄去嗎 對啊 市場對於未來升息幾馬的預期 一定是會改變的 一定的一定的 上上下下很正常啊 對不對 那股票怎麼選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如果是升三馬 請你往 現在市場是傾向三馬 所以最近你要往 奇奇怪怪的去選 對 你覺得不要買台積電這種的 太正規就絕對不會動 對 因為外資不買單 所以台積電暫時不會動 沒錯 如果台積電動了咧 那你就把那些奇奇怪怪的 我會了解嗎 就轉回來嘛 哦 老師那還有第三個選項啊 就是這兩種奇奇怪怪 跟正規的股票都會漲 就是代表大家市場不理它了 不是 哦 通常一起漲的話 那這個不是盈利利不利的問題 這個盤子超強的 哇賽 那個盤子就已經超強了 就不是現在這種德性 哦 對 你看這一隻也是啊 你看這樣啦 這也沒賺錢啊 對他還沒賺錢 沒有沒賺啊 他今年 第二季非常爛 像今天漲一漲4%到5% 但你看漲就是實實了 哇賽很可怕 這一波也蠻猛的 不會啊 他也沒賺錢 我剛剛在跟他講一隻車用的股票 好猛喔 對 真的還挺猛的 所以他說台股股是很好玩啊 你覺得 美股不漲 對不對 你覺得台股破季線破所有的均線 結果 不會了 是你股票漲了 對 我的股票漲了 是 那你有沒有興趣參考一下 我問的問題是這個嘛 所以花時間跟你講兩碼三碼這件事 是讓你知道說 如果是兩碼或三碼 市場到底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 不是說股票不漲喔 而是漲什麼 沒錯 好啦 聊聊 今天就聊這樣子 不要聊太多 好喔 我今天早上看一天快漲停 我就害怕 他掉下來 今天早上拿那麼兇 我會害怕 難不成有人偷看老師的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我們可愛而已 我們這樣洗也很厲害 真的很強的 他真的也沒什麼下來 說實在 他就已經把之前人都長回去了 對 幾乎 不要再說我們基本上不好 好啦 至少我們股票很強 好啦 常常旷課但 什麼什麼 常常 不可以旷課 不可以旷課 對 這兩天開學了 我們家沒有高中生不高的事 父母輕鬆很多 沒有差 真的嗎 哪有差 老師都會傳LINE啊 接棒了 就換老師接棒了 不會啊 那我沒有老師的LINE 那我老婆處理 父母應該有鬆一口氣了 會嗎 我就會做好也好 真的喔 沒有太大的吵 好 好 好 不錯 這個盤 不錯 不錯 我希望要說不錯 希望很主席 從平盤附近找到快100點 對沒錯 你就發現 那個腰裡腰氣的 急急乖乖的快上去了 對 早上是長這個 然後到現在那12點之後呢 有些正規矩慢慢動了 所以就滿符合你剛剛講 有可能兩個一起上 如果是這樣就太棒了 哇 那就完美 那就左手賺右手也賺 那就真的很好賺 哇 那如果他不是能夠兩邊都賺 就只能暫時先選一邊這樣子 就看市場的資金往哪裡 不用看啊 這明顯很好看 我買什麼就知道了 那是怎麼看的 好來 第二階段囉 好 開始了 來來來 你繼續 好 歡迎持續回到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親愛的朋友 昨天盤刷了400多點 老師給大家三個字 沒問題 大丈夫 我昨天講的是沒問題 沒問題 不是小賀 三個字 沒有 沒問題的情況之下 會淨賞的這些資金就姓賀 就是小賀 對 對 然後今天盤開低 是不是開低 開平盤附近 開平盤附近 然後漸漸 越墊越高 越墊越高 那麼看到今天的盤 我先講喔 對家群指數 最近不能太高的期待 對 你不要想說指數掌究股票怎樣 沒有 這不是等號的 因為昨天指數大跌 我們股票還是賺了 沒差 但你看今天 就是開小平 然後越墊越高 股票也隨之創新高 甚至你覺得這一個波段 好像也沒漲到什麼樣子的股票 但是我們的空泡空口系列 不是四成啦 就是五成的股票 老師剛剛沒講 我還真的沒有注意 因為上次兩根掌停之後 我想說到底漲多少 會不會 掐指算一下 真的耶 有五十 我 大中共從三七三十八 漲到五十四塊左右 不是喔 五十七五六 五七 五七 這樣子有五十四趴 哇 五十耶 很恐怖喔 是啊 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結果去那麼多去 對啊 那時候我們的目光就連都放在創意 這樣創意 創意好像滿 對啊 沒有耶 四成 就覺得創意好像漲大概有五成以上了 沒有 才四十幾趴而已 結果他還瑞遜大中共 我自己看的會滿訝異的 哇 原來創意基本上這麼好 但漲幅還輸給大中共 這滿有趣的 這個波段你會發現到 像大中共像以利店這種 控罵控系列這種腰股 成分有血液在裡面的這些股票 這個波段好像也滿強的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因為美股之前的修正 讓市場對於一些半導體相關的股票 比較擔心害怕 反而會 那因為本土的一些資金 是 會鎖定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來做 所以像那個大中共 伊利店這種表現得非常好 那另外呢 市場就是瀰漫者到底 9月升2碼或者是3碼 我們這兩天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 能跟大家來聊聊探討 剛剛已經聊過了嘛 就是長這樣 然後呢 老師剛剛在YD頻道講了一個重點 不管是升2碼或者是3碼 你的操作的策略 你都有股票可以做 你都有股票可以做 不是說沒有行情 不是說 你不要覺得升3碼就沒股票做 還是有喔 不然昨天買的跟今天買的為什麼上去了 好 那老師那我們剛剛在YD頻道有聊到 但是節目當中沒有聊到 你今天有動作 我剛剛還沒講到這個喔 沒有 剛剛是在YD頻道講 我今天買了兩檔低價股 一檔 一檔四五十塊 一檔更低 對 那先講有賺錢了嗎 好先講有賺錢 四五十塊這一檔喔 上半年賺了一塊三七 有賺錢喔 那七月營收年減30% 八月大概不會很好啦 八月不會很好 今天是長的耶 你今天長半更長年 你看看 不是 不行嗎 不是 我問大家 為什麼我一定要營收很漂亮 然後股票才會長 這覺得 我不能在營收很漂亮之前先漲了嗎 可以 可以吧 應該是我在營收很漂亮之前 我就先發動嘛 對對對 這樣才對嘛 就表示 就被人家買走了嘛 對對被錢 這個順序才對嘛 不是等營收漂亮才漲 那就太慢了 對不對 好啦那第二個 第二個 七月營收年增134% 漂亮吧 漂亮 漂亮 對 今年上半年賠了0.6 負的 八值八 蛤 那今天搞了快漲停 蛤 就這樣啊 沒有蛤 就這樣啊 但是 搞了快漲停也是事實 你看 不用看啊 就這樣啊 這兩檔股票 我真的有點疑惑 疑惑 你疑惑的點是什麼 蠻多的 你看喔 不管我們是看他的營收 或者是上半年 你到底有沒有賺錢 這兩檔股票其實是 其實我上次不教過大家看籌碼嗎 對啊 股票看抽碼好不好 不要只看基本面好不好 好的 只看基本面你就去買航運股了啦 對啦 就航運股一直破體啊 哎呀 不要再說啊 對不對 那不要再看基本面 你買航運股一直破體 那個 到底請問有什麼用 沒有用 對啊 我今天 查資料的時候突然看到那個去年 航運股啊 我們應該把那張貼給你看的 去年12月 就是那個人稱什麼 最東海的男人啊 對 那個嚴董啊 嚴董是誰大家知道吧 台華的老闆喔 他有發表在工商的一篇文章 是 就是一個新聞記者把他整理的 他對今年航運景氣的看法 真的是 他說2022年啊 就今年喔 去年12月預測的 對 這個你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我沒貼給你過 真的嗎 我沒貼給你過 好好好 你上手 去年12月的新聞 工商上面有 他寫了很多段 但其中一個就是說 認為喔 航運股今年是一個賣方市場 因為船呢 船舶的那個 運量喔 成長有限 但市場的需求很大 所以今年絕對是賣方市場 就是整個航運股是化罪一干擋 嗯 那現在咧 今年過了8個多月了 對 8月快過完了 請問各位手上航運股怎麼了 臉好痛 我不知道 我講過了 新聞看看就好 真的 你要聽我 你去年十分就賣光了 欸 今年不斷耶 老師在節目當中不斷的告訴大家 手上有傳票的 我說你願意聽我的去年早就賣光了 你真的都賣光光了 你的行那個時候的萬海是200多塊 欸 很可怕耶 可怕的不是我們啊 可怕的是市場的資訊 非常不對稱 沒錯 很少人會跟你講實話的 210現在已經剩85 對 對 對 好可怕喔 就是說你在看基本面嗎 你要看的是未來吧 對啦 不要再嫌我們家一粒店不賺錢了 可以嗎 去年就有人跟我說 是一粒店不賺錢 你都賣光了好不好 0.13 0.13 對 今年因為也超過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講 0.13還不到一塊錢 後來去年一粒店整年賺0.8幾啊 今年已經超過了 0.8幾還不到一塊 可是我們從40塊變100塊啊 你看看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所以你要的是那個股價上漲的結果嗎 嗯 還是你要 我們在新聞上面寫的 那個洋洋傻傻 對不對 總歸一句話 籌碼 更好啦 更好腳步 每天節目認真聽好不好 我真的發現老師你的字卡有陷阱 你看看 然後又把這個營收了 又把上半年賺多少錢 然後再回過頭來 你還在看基本面嗎 不是 因為你一定會看啊 說這公司賺錢 每次都有人說 老師我某某股票沒有很賺錢 為什麼這一波長那麼多 長是事實啊 為什麼航運股那麼爛 真的 不要懷疑他就爛 你看航運股他的成績單是漂亮的喔 對啊 但你們看他運價要跌多少 很多人沒有在管這個對不對 股民不開心 對 你沒有聽我的節目把航運股賣掉 你到現在都還不開心 是 你再不賣以後更不開心 真的 你也笑不出爛耶 因為他根本沒有跌完 有 老師上次就有講了 你以為這樣這樣子嗎 你以為這樣很 沒有 好啦不想講 好啦好啦 重點接下來如何賺 記得喔 可以買一些奇奇怪怪的 是有機會的 好的 不管是剩兩碼或三碼 目前看起來三碼的幾個比例 三碼的幾個比例 比較高啦 所以今天賞奇奇怪怪的啦 對 就是像一粒店這一種的啦 對 所以老師這兩檔股票其實也有 一粒店 這種奇奇怪怪的體質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所以親愛的朋友來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去看 比如說老師剛剛提到了 像是Chicaco的這個 或者是 你說FedWatch 大家如果懶得看 每天鎖定節目就好了 我看到什麼特別 都提醒你了 好的 所以接下來如何賺呢 把你的手上的資金準備好 不管是兩碼三碼 我們都要賺 如何賺呢 跟上腳步囉 節目中再次感謝我們的 Dave老師來到節目當中 OK謝謝評話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鎖定我的頻道 跟進我們的好股票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Bye 簽箇